大家好 我是老蕭 今天呢 老蕭特別在巨人的國度裡面 幫你做特別報導 今天老蕭要跟各位介紹一輛 非常棒的車子 就是身後這一輛 日歸外匯525M Sport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輛車非常的漂亮 而且你從各種角度來看 它的顏色 所有像黑色 有時候像藍色 就好像一隻變色龍一樣 很有意思喔 它特別把這輛車換得大凹旅圈 帥吧 當我們進到了車內以後 你看一下 裡面保持的相當的完整 示板完全沒有褪色的感覺 非常的漂亮 當我們坐在座位上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個M版的方向盤 很漂亮吧 你握住它 然後看著前方的M版的標誌 在我們的心靈馬力上面 馬上增加了100匹 車主呢 也把這輛車的動力 做了小小的升級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Sport鍵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接下來你看你的儀錶板 有沒有看到 它多了一個Sport的功能 它把它的扭力開到最大值 所以即使它是一輛 自然進氣的車子 你一樣會有貼背的感覺 這輛車呢 影音功能也做了提升 我們已經加裝了安卓系統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舉例來說明 譬如說像輸出的功率 或者是導航 或者是動態的倒車顯影 那我們車門把手上面有兩顆鈕 這個就是電動收折後視鏡的開關 在我們的方向盤旁邊 它有兩個調整的部分 一個是電動方向盤的調整鈕 一個是定速鈕 這輛車除了配備了天窗之外 它還有10顆的安全氣囊 六四分離座椅也是必備的 各位還沒有結束 大家看一下它的里程 2005年 只跑了64000公里 赴日本抹銷證明 請問這不是極品 什麼是極品 那麼棒的車 你還在等什麼 快點來找老蕭吧 作詞・作曲・編曲 手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